大家注意了小吻杂货铺开张了 所以现在带我们的顶碗人们去看看 这个杂货铺我们走 很朴素的很朴素的 但是啊我们的商品都是货真价实的 好不好 哎呦不问我要不要营业执照 哎呀小本买卖小本买卖 只讲这个创业应该不用营业执照吧 哎呦别激发我哈哈哈 别激发我小本买卖 哎呦这就这样吧呃呃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杂货铺还没有名字 所以我还没来得及去申请这个执照 所以现在顶碗人们快点 帮我把这个杂货铺的名字给举报 呃什么举报啊 我把这个杂货铺的名字给取好 然后我去递交申请可以吧 啊哈哈哈哈 这样吧开业大仇兵 先送大家一个老板的抱抱免费赠送 免费赠送 好不好好不好 感受到这种温暖的怀抱了吗 谁说我费里顾客呀 哈哈哈哈 我想要那种 听起来有一点点高端 但是呢又很平价的那种 更叫晚创优品哈哈 哈哈哈哈 我怕到时候晚创优品把大家给撞到了呀 哈哈别吧算了 我想了一个顶碗人看看行不行 叫做不拎铺 你们知道谐音什么了 没给到啊 怎么会没给盖到呢 不拎铺 顶碗人你不再说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不要不要更离谱了啊 我不要再有一些很离谱的这个谐音 对了我们就叫小碗杂货铺吧 行不行 好吧好吧好吧不要不 我们呢 今天开业第一天啊 我觉得为了吸引往来的这些顾客 我来给各位尊贵的客人们演示一下 这个椰子的功效好不好 我让你说的是真话吗 晚晚说的不是真话 哈哈哈哈 向晚向晚美不美 上晚不美怎么看待佳人 佳人非常的高大威猛 哈哈哈哈 老板你嘴角开始吐白沫了 没有吧没有吧 没有没有 别乱说啊 别坏我的杂货铺的名声啊另外人 不不买走开啊不买走开 走开走开 向晚是不是猪猪向晚不是猪猪 啊 能不能把那个带货的也发过来啊 针的角度 你们喜欢带货的那个 嗯 嗯